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罗华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兴起的极限运动 自然受到了广泛关注 老国他们在苦练身体的同时 不断地到各地与六位友们切磋交流 开阔了视野 也锻炼了人际交往能力 罗华运动的历史可追溯到1936年 在德国斯图加特举行了首届世界轮滑锦标赛 1992年国际奥委会决定把轮滑球运动 列入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如今 伦华项目已被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 确定为正式比赛项目 而在向2012年奥运会推荐的五个新增项目中 伦华也榜上有名 伦华在世界上拥有广泛的爱好者 法国巴黎被誉为伦华之都 德国更是把伦华作为一种大众运动 列入到本国体育教材之中 在亚洲 在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体育爱好者 投入到轮滑运动中来 吃到轮滑运动 好歹口若悬河 现在他们在玩的这种玩法呢 我们中国呢叫称为平地花式 全称的也叫自由式轮滑 这个项目这种玩法呢 是最早其实在法国的巴黎 巴黎呢是一个轮滑之都 为什么说它轮滑之都呢 它这个地方到每个星期的星期五 就会在有规定的一条道路 规定的时间它会有万人刷地的活动 我们称为刷地就是 它叫轮滑鞋在街道上溜 这种的万人聚在一起 它们溜的时候都会气氛非常好 但是有一些轮滑爱好者呢 它对于这种项目 它们不是很感兴趣的 所以它们在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呢 它们喝着可乐 拿着罐装的可乐的时候 喝完了杯 喝完这个罐子靠在地上 它们看到这个罐子 就感觉就有了一种想法 它把这个罐子聚在一起 摆成一排 有归印的 放在归印的这种归印的上 摆了一排之后呢 它们就让来让去 它们觉得这个玩法 要比它们在街上 溜来溜息比较更好玩 所以呢它们就发明了这种 脚平地花式的一种玩法 平地自由速度花当中呢 有最大的项目有三种 第一种是速度过装 就是在一排装上 用单脚或者用任何方式 用最快的速度来 把这些装过完 这个速度过装 第二种呢就是 我们在所现在练习的 就是平地花式 二种呢就是叫平地跳高 就是平地跳高 或者是抛台跳高 也就是说 总体来说可以叫它花式跳高 伦华在我国不仅受到青少年的追捧 连许多儿童和老年人也加入到这项运动中来 北京有一位78岁高龄的老教师退休后 便长年坚持伦华 运动20分钟下来 大气不喘 神情自若 天津七位50至70岁的老人 伦华50多公里 耗时11小时 顺利到达北京 现在 哩哩族不断壮大 小到三四岁的学龄前儿童 大到七八十岁的白发老人 都把它作为一种强身健体的运动项目 学的自己很棒 同理的人都不会做这个东西 我去上学放学 然后不可以接触也不是很特别的多 也就是上学上学那个时候 然后到这个就是 因为什么时候都是 你过来就可以跟朋友一起玩 然后 就可以一起练这个 我现在就是 然后看到那个地儿 就本来是想让我建议 然后建议 然后 然后我就开始练 然后越来越喜欢 然后说完经过几次那个世界 都是无话 他做很多动作很漂亮 也很酷 也提高自己的自信心 就是回家 就是写作业 反正就是去看书 很明显那么开心 在玩 玩溜冰 然后现在好了 现在有那么多朋友 为什么能玩溜冰在一起玩 其中爱了都在一起 我觉得 看起来很酷 我觉得划冰可以 互相帮助 然后互相关心 能显示自己的个性 然后我觉得这个很酷 在学校里 就是 学习 然后就是没有 很多的课语时间 然后现在上了词告 然后就有很多的课语生活 然后就出来溜冰 交了很多朋友 然后能提高自己的 课外能力 说到以后的打算 老郭和他的伙伴们 都衷心希望有一天 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 为国争光 今年8月13日和14日 老郭他们四人将要参加 在上海举行的 国际自由式轮滑邀请赛 他们能在比赛当中 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我想这并不重要 而极限轮滑运动 带给大家的自信 勇敢和活力 才是最重要的 我会把我优优独播放在哪里 我会把我优优独播放在哪里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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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